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理论 理论 实际上也可以简单的说 所谓的理论就是一个模型 加上你自己的见解 再按照逻辑系统进行整理的东西 就叫理论 我们说数学或者叫数学模型 它实际上跟其他的模型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可能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要求是首尾一贯 所谓的首尾一贯 也就是说你前面说的话和后面说的话 不应该出现矛盾 不应该出现矛盾 当然可能其他学科也这么要求 但是后边我们还会看到 数学跟其他学科在首尾一贯 这个上坚持的还是稍有不同的 数学里最简单的一个模型 就是自然数模型 1234 那当然做一个自然数模型来讲 我们说有好多的中学教科数也好 可能有些高等数学教科数 可能会把零放在里头 比如说01234 这个无所谓的 我们在这里呢 只是因为从一开始 没问题 那数学作为人的思想方法来表现的时候 你可以冠上很多好听的词汇 比如说严密 缜密 这一系列重要 这些都可以定一种群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更多 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主要想看一下这个事 数学家们对数学啊 他想干什么 数学家的任务 数学家任务 是什么呢 用一种近似呆板的 和要求严格的工具 对宇宙的某个方面的 一种新的重要的想象 或者是思想观察到的东西 你给他表达出来 而且这种表达呢 应该是一种精确的刻画和表达 精确的刻画 这是数学家的任务 数学家 当然这种数学家任务刻画 表达出来以后啊 我们好多的这个别人的 非数学的人总是这么认为 说你表达这个东西太抽象 但是我在这里用了一个词 叫直观知识的表达 是一种直观表达 因为我们认为数学符号也好 公式也好 他写的那些定理也好 实际上是很直观的 他有很深刻的这种直观背景 这是数学家的任务 那么他们要表达这种东西 要表达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说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基本的要素 基本的要素 也就是要求啊 它是什么呢 逻辑和直观 要想匹配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要分析和结构 你可以把这个分析 分析拆开 就是把一样东西 很复杂的东西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这样的话 一直切到什么程度为准呢 就是你能理解了 别人也能理解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你能把这个东西 写成一个清晰的关系表达式 这个叫分析 分析 再有数学 另外一个方面叫构作 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 我们经常啊 学数学定理说 有这个事 说某某东西存在 那好了 你把这个东西 给我具体造出一个来 让我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别人看到你这个东西以后 按照你的思想方法 也能把这个东西构作出来 这种东西呢 我们叫构作 就是一是分拆 二呢 同时你要把这个东西 具体给我构造出来 第三个方面 就是所谓特殊性 和个别性的问题 个别性的问题 就是数学 你一定要搞清楚 所谓特殊和个别指什么东西呢 就是指在你这一个 整体的范围内 你刻画的是一个整体性质 同时 这个整体性质里头 还有一些元素也好 比如说属性也好 它是很特殊的 那这种东西呢 你也要把它刻画清楚 当然我们选择特殊元素也好 或者个别性也好 是有选择的 这种选择呢 主要是根据几何背景 或者实际应用的背景呢 来进行选择 这是我们要处理的 这几个方面 当然不同的时期啊 对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啊 或者强调呢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数学家们要干的事情 那么从现代的观点来看 我们现在已经说了 数学有模型 刻画的任务 表达的性质都很清楚 自然就要有个问题 从现在意义上来讲 数学是从哪来的 我们说 当然你可能马上说 我们中国也有 埃及人也有 这都没问题 他们的确也有 的确有 但是严格的来讲 现在数学我们说 应该起源于古希腊 古希腊 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在古希腊出现的 注意 我这里强调的是古希腊 不是现代希腊 现代希腊和古希腊的地理位置上 稍有不同 我这里画了一个地图 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在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 你把现代的希腊 往南稍微阎伸一点 往东稍阎伸一点 再往西阎伸一点 也就意大利半岛 意大利的南部 再加上我们现在啊 这个整个往东 稍阔一点点 这个呢 就是古希腊的 大致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呢 出现的 这是出现的地理位置 出现的就是 那么我们说 古希腊文明啊 可能在整个文学作品 艺术作品 包括绘画 雕塑 人们谈的非常多 非常多 认为希腊人可能 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或者说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主要谈的是 艺术文化这些东西 但是我在这里 想强调一下这个事 从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 或精神文明 特别是在文化遗传上来讲 可能希腊人留给我们 最重要的 不是艺术 也不是雕塑 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是数学 数学 这是希腊人可能留给我们 最宝贵的一份遗产 当然我在这里强调数学 可能有的同学会说了 你是学数学的 所以你强调数学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 不是 的的确确 希腊人呢 他最大的贡献呢 是在数学领域 数学领域 为什么这么说 而且啊 为什么这个现代数学会在希腊产生 不是在其他的民族啊 历史上产生 这个东西可能啊 探讨的人也很多 但是我也不想过多去追求这个事情 我在这里啊 只是引用了百拉图的一句话 可能啊 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很能说明 百拉图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无论我们希腊人接受什么东西 我们都要将其改善 并使之完美无缺 完美无缺 注意这里头 他要改善 并使之完美无缺 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 可能啊 在其他文明里头啊 有接受外来文明的这个习惯 或者说你习惯也好 不习惯也好 外来文明总之会来的 你会融合在一起 但是你能不能将它改造 并使之完美无缺 这个可能啊 其他民族做的没有希腊人这么好 没有希腊人 所以古希腊人呢 可能在这个上是很特殊的 当然正因为这种特殊要求 也决定了希腊人呢 可以发明我们说的 你叫发明也好 叫创造也好 现代数学 现代数学 希腊人的 可以这么说 在希腊人之前的数学 都是以经验为基础 以经验为基础 只有希腊人 只有希腊人 才把这件事情给颠覆过来了 所以在这我画了一个黑底字 希腊以前存在的数学 都是以经验为其特征的 都是以其经验为特征 比如最简单的 我们说 我们知道的求方程公式 比如说一次方程 二次方程 这些公式 比如巴比伦人 巴比伦人 你可以叫美索 布达比亚 也一样 埃及人 还有我们中国人 总结的这些方程公式 他们并没有给出证明 所谓的证明 也就是说什么 他没有说明 这个公式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是 他都是以经验积累 作为基础 解了几个方程 一看应该是这个样子 把它做一种公式 定一下 这是一个 当然可能代数方程 还不具有典型意 最典型的意 就是求面积公式 比如说你求一个 长方形 或者说求一个柱 我指的是正能柱 这类体积公式问题 他都是以经验为基础 以经验为基础 总结出来的 总结出来 这是在希腊人之前 希腊人之后 就把这个事情给颠覆过来了 颠覆过来 他发明了另外一套体系 这套体系 我们后面涉及到 它指的是什么 演绎法 演绎法 因为我们知道 人类探寻这种知识 或者是这种文化的时候 你想追求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得有某种手段 或者方法去做这个事 前面我说了 经验是一种方法 经验是一种 最简单的 比如说一种经验积累 就是我们现在农民种地 比如说你天天下雨 这个庄件可以长得好一点 当然你别下暴雨了 下暴雨以后就冲掉的 干旱也不行 那这样的话 他通过观察这种 雨季这种状态 他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去播种 什么时候应该晾塞收割 这是经验 经验作为基础的 另外一种经验 就是我们说埃及人 也经常采用这种东西 它是什么呢 他比如说靠尼柔河的冲刷 他来预测这个事情 星星在哪个位置上 他们最典型的 比如说天狼星 在什么位置时候 他说这个洪水就要来了 我就可以准备要播种了 这它是靠经验经验 这是希腊人之前的东西 另外一种经验 我们说可能你们家里 我不知道养不养宠物 如果养宠物的话 可能家里人经常没事 会干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拿点食物 喂喂这个狗 喂喂这个狗 狗会摇摇椅巴 可能会叫两声 这都是一种经验 但是你绝对不能拿这种经验 做一种理论依据 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道理 他仅仅说什么呢 这个经验是一种根据 但是他推导的结果 未必是正确的 我这里头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就是喂狗来讲 你在家里拿宠物狗 你可以随便喂 但是我想问这样一件事情 比如说让我给你放到非洲去 野生状态之下 非洲有很多野狗的 同样我也给你一块肉 我说你没事干 去逗逗非洲的野狗玩玩呗 我估计你不大敢 所以我们说经验 它绝对不是获取知识的这种手段 它仅仅只能说是获取知识的 一种最基本的 或者说它是处于一种底层状态的手段 不能做一种本质上的东西 当然除了这种经验之外 我们说获取知识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类比 类比法 我们在学数学 学其他科学经常会用这个事 说这里头有什么东西 你看看这个像不像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东西 一类比 你说这边有什么性质 这叫类比法 类比法 实际上希腊人也在用 埃及人也在用 可能最典型的是埃及人 比如说他认为生前能享受的东西 他认为他死后也可以享受 所以你看一下那个木一打开 那里头有各种的陪葬 是吧 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的 他实际上是类比了一种东西 也就是他在观念里头 他在类比 人活着的时候和人死掉以后 他认为是一样的 所以他认为应该把生前的东西 都带走 这是类比得到的一种知识 但是我们说这个类比法 你获得的这种结论 也不是确定无疑的 也不是确定无疑的 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人类的确是从猴子边来的 但是如果你从这个猿猴子 这种知识结构 你说你想得到一个确切的人的 这种知识结构 我想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 因为毕竟人和猿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说这种类比 也可能有帮助 但是你得到的知识结构 是不准确的 一定会有误差 另外一种我们经常用的叫归纳法 注意我这里指的归纳法 不是我们数学里头归纳法 数学里归纳法 那是确定的 一定会得到一个确定的知识 我这里指的归纳法 就是通过有限的事物的属性 你归纳出某种性质 你归纳出这种性质或特性 你认为是整个的东西 全应该所具有的 我指的是这种归纳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归纳 但是这种归纳法 能不能得到一个确定 无疑的知识结构 或者说一种结论 我们说也不能 我这里也举了一个反例 学数学的 我们说在初等数学里 大家都知道这个数 菲尔玛数 2的2n次方 加1 加1 2 那这个数 你拿过来以后 你只要简单算一下 就知道了 比如这个n的0 第一个数 3 n的1 再往下算 算到前五个数 这都很容易算 都是素数 都是素数 那再说按照归纳法 按照你的知识归纳 你可能马上会下一个结论 说菲尔玛数 全是素数 这个东西对吗 当然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你可以做一个猜想 把它提出来 你说我猜 后面东西全是素数 当然这件事情是欧拉干的 但是非常不幸 你要再往后算一个数 马上就不是素数 马上就不是素数 而且我们可以证明 菲尔玛数往后都不是素数 就前五个数 所以我们说通过归纳 你要想获得一种 准确无疑的知识的话 这种手段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但是我们说经验 类比 归纳 在古希腊人之前 他们研究数学的时候 认为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数学留下来 甚至他们认为这些方法就是整个数学的一个有机体 这是希腊之前的这种文明 但是古希腊人把这个事情颠覆掉了 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叫演绎法 演绎法 演绎法 就是我们现在数学里经常用到的东西 比如说因为所以按照逻辑正证一步步推敲 我们把这种东西叫演绎法 演绎法里头可能经常一般的人们 如果你对数学不是太精通 或者说不是太熟悉的时候 可能你会认为这个演绎法简直多余 甚至你有时候会烦他这个事 烦他这 而且特别是演绎法用了很多定理 在挣出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走的这个定理都不那么自然 都不那么自然 所以有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演绎法是不可接受的 甚至他对这个演绎法的理解也不太准确 在这里头我想强调这样一点是 就演绎法而言 是否同意这个前提条件无关紧要 只要你接受 关键在于什么呢 你接受了这个前提条件 你就必须接受由这个前提条件 推导出来的一系列结果 这个才是最本质的 但是一般的人往往忽略这条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前提也好 说这个确定性 这个前提对不对 他看的很重 那没问题 数学看的也很重 我们说这个前提对 假设这个前提对 好了往下推导 当然他比如说你这个前提很显然 但是你在推导的时候 有些前提就不那么显然的时候 一般的人可能就认为 这玩意不大对 不大对 就开始怀疑 那么你一旦要怀疑这个事 我说什么呢 我说你是对演绎法本身没有吃透 演绎法不关心最少 只是关心这个 我先问你前提对不对 如果前提对 对不起 我推导的这个中间过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这个结论你必须接受 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 这才对 我在这里要举个例子 演绎法 假设所有智力发达的人都生物 都是人 而比如说参加我们听讲的人 是人 那么从这个前提出发 我们就可以假定了 这些读者智力都是发达的 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无疑是正确的 但它是不是正好是一个演绎法的 这种推导过程呢 我们说不是 不是 另外你看一下这个事 比如说智力发达的是人 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必然联系 或者是是不是又一部A推B B推C这么推出来呢 不是 所以我们说尽管结论正确 尽管结论正确 但它并不是演绎法 这是另外一种我们说探索需要的 这是古希腊人发明的 演绎法 演绎法我们说在整个数学里头 它应该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特别是在数学思想和数学文明的进程当中 这个应该是和古代 古代或者不叫古代 或者叫什么呢 叫现代数学以前的东西 当然我指的现代数学 不是我们近代这个东西了 我只是以古希腊人画翻 古希腊人翻 在他们之前的这个东西 和在之后的这个东西 一个分水岭 就是演绎法的使用 当然我强调了这么多演绎法重要 你可能马上说了 这个是不是数学里所有的知识 都是通过演绎这么推导来的呢 不是 如果你对数学文化了解更多的话 你会知道这个事 如果单纯的用演绎法 是想推导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结构 这个东西也不大可能 也不大可能 我们这个演绎法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你发现了一个新的结论 新的事实 利用演绎法去证明这个事情 证明这个事情 也就是证明你要想的 或者你想得到的这个结论是确定无一的 它是来证明这个结论的准确性 当然你要想发现一些真理 这个时候你用演绎法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很少 绝大多数也是用我们前面的 比如经验 类比 地推 这一系列的关系 或者叫归纳来得到的 然后你再用演绎法去证明一下 所以我们说 在整个数学文化当中 演绎法尽管有好多优点 但是它并不能完全取代经验 也不能完全取代类比 也不能完全取代归纳 数学里头有好多非常漂亮的结果和结论 或者我们把它确切 确切的理论也行 或者你叫真理 当然打上个引号吧 叫真理 这种东西 实际上它是通过归纳总结类比来得到的 然后利用这种演绎去证明它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就是由欧拉 给的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北诺里提出来的 他让你求这个Sigma核 求这个Sigma核 问你这个Sigma核到底等于多少 可能现在我把这个数字网上一写的话 我估计让你要做的话 你们都学过数学分析了 我不知道一眼能看出来吗 一眼能看 当然你可能会想到说 我求导数求微分 然后再求个核通向公式 这有点太麻烦了 欧拉处理这个问题是这么处理的 他说你拿过了这个东西以后 他首先想到的是方程 因为你这个式子一拿出来以后 很容易想这个是什么呀 sinx的零的方程展开式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sinx打开是不是这个方程式 是这个方程式 一旦要是一个方程式的话 那么上边做的那个Sigma核 就可以体现出它是什么东西呢 是根和系数的关系 根和系数的关系 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无限的 无限的这种方程 根以系数的关系 这种表达在这里是不成立的 但是欧拉做了一个类比 假设这个是对 而且他认为确切的这个事就对 那么按照这种根以系数的关系 很容易算 你比较一下根以系数 因为我们这sinx的零 这个方程很容易解 就是ππππ吧 然后一除掉 一展开 正好就它了 那这样的话 你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sinx除上s就变成它了 行了 这里相当这是一个根 x平方 除上π的平方 再除上4倍的π平方 9倍 这正好是一个根 然后把这些根一打开 比较一下系数 得出的就是它 很简单 没有任何高深的微积分知识 它就可以利用类比的方式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结论是对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 人们尽管相信这个事是对的 但是在当时这个东西 不能做一个定理结论来接受 原因很简单 你没有给我一个严格的证明 你在逻辑上这个事行不通 逻辑上为什么行不通呢 方程跟与系数的关系 是最有限的情形来谈的 而你现在解的这个sinx 除上s这个方程 这是一个无限的 有限和无限差异 我们知道是非常巨大的 非常巨大的 所以你要想说这个的确对 你还得给一个证明 那也就是说 在数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演绎法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证明一个结论 最重要的地方 它是证明一个结论 这是演绎 当然现在我们说 这是数学的一个本质特征了 本质特征了 那现在上去的问题又来了 说数学是从古希腊人来的 为什么从古希腊人来呢 说他们愿意接受别人文化 同时使之完美无缺 所以我们说 现代数学在希腊产生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 说演绎法呢 是数学里头最本质的一种 跟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别 那为什么希腊人会采用这个东西 别的文明没有采用这个东西 这可能就是个问题吧 但是我在这呢 也不想追究的更多 追究的更多 我们说希腊人呢 接受这个演绎法 可能跟这个民主 古希腊的这个民主的生活习惯 或者当时的社会环境 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 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关系 只要你稍微看一下希腊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希腊的贵族 包括贫民阶层 你也可以把它统称起来 叫自由民阶层 他们这些人呢 没事干了 愿意干什么呢 谈论生死永恒 就像我们现在说经常有些人说 你没事干了 经约给人家空谈 空谈 换一句话说 说个稍微文明一点词 希腊人呢 很喜欢哲学 哲学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讨论的都是普遍性问题 既然你研究的是普遍性问题 你要想靠经验类比归纳 这个事情好像就不大合适 所以很自然的 从他们的生活状态看 我们说他们呢 可能选择了这种演绎 在这可能跟他们关心的问题有关系 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 希腊人认为数学是一门艺术 我们现在也这么认为 数学是一门艺术 希腊人既然认为数学是一门艺术 那艺术追求什么东西啊 完美 漂亮 漂亮 你要想追求这种完美的东西的话 完美的东西的话 在现实世界中 你也可能找到完美 但是我们说 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缺憾 缺憾 因为完美有一个很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呢 他要求这个东西得是永恒的 永恒的 既然你要求一件东西是永恒的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实当中 可能就很难做到 这典型的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三角形也好 一个梯形也好 这一系列东西 你可以用图把它雷起来 但这个东西不永恒啊 所以希腊人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干什么呢 从数学这个以前人们的数学当中 把具体的东西扔掉 不要了 留下了一个抽象的空壳 这个东西就完美了 换一句话说 你可以最直观的理解 比如说就做三角形 现在我再说三角形的时候 你可能拿直线很容易画出来 这是直观看到的 直观看到 但是呢 它并不标志的说 你这个有月亮啊 有星星啊 有太阳啊 说我一连起来地球啊 说我就连起了一个三角形 它不标志这个数字 它仅仅是它的一种反应 或者说是一种表象 而不是本质 希腊人做的实际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具体的东西 或者物质的东西 抽掉 只留下来一种抽象概念的一个空壳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他们认为数学是一门艺术 是一门艺术 当然作为艺术来讲 他竟然认为数学是艺术 这是跟希腊人 我们说喜欢抽象 这种东西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致的 这个你只要简单看一下 希腊人留下的文物 你就能感觉到 他们并不关注一个一个个体 也不关注一个一个具体的对象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这些个体的共性 然后把这个共性里头 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 抽象和提升出来 最典型的 我这里画了一个神庙 如果你看一下这个神庙 你会发现 它这个长宽笔 长宽笔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你们可以算一算 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很好的 很好的 而且你瞅着很 怎么说呢 应该说很舒服 是不是 比你建成一个正正方方的 这个东西 看起来要顺眼的多 为什么会这样 它是一种艺术享受 艺术享受 那么这种艺术享受 实际上可以 你简单算一下 它的长宽笔 正好是一个黄金风格数 会看起来人 很赏心悦目的 这是建筑手 他们追求艺术 再看一下希腊的雕树 希腊这两个雕树 这很漂亮 但你看完这个雕树以后 你会突然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它并不是关注 左边这个雕树和右边这个雕树 是女性 它的确是女性 但你仔细看一下 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 他们这个比例 看到没有 头部 身体 腿 你看一下这个比例 他们关心的是这些比例 也就是说 他不是关注的一个一个个体 而关注的是所有个体当中 最美的 最漂亮的 这部分的比例 他就按照这种美学观念 或者是艺术观念 来处理这些雕像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一看起来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很舒服 这是一种艺术 当然他们本身 希腊人也认为数学是艺术 数学 那当然他们就 既然你是艺术 他就可以去追求完美 一旦要追求完美 你要追求一些抽象 那当然我们说 这个东西就可以有演绎 推导 这是由希腊人 他本身的这种爱好和属性决定的 另外一个 我们说他的这种爱好和属性 是不是就一定决定了 这一个民族 一定会采用这种演绎法 或者一定会把数学提升到 我们现在这个程度 不会 得有物质做保证 物质做保证 你再关心一点希腊历史 你会发现 古希腊那一段 也就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他们的确有物质保证 那个时候的希腊自由民很少 绝大多数都是奴隶 这部分奴隶 实际通过他们的劳动 已经给这部分自由民 自由民 获取了充足的时间 充足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你要想考虑个数学问题的话 你得有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 你得坐着想 思考一些问题 那你要想坐着想 又不想干活 那必须得有另外一部分 去从事这个劳动 所以当时整个的希腊 整个希腊 实际上在物质上 我们说他已经有了这种保证 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这是物质保证 另外一个 他们这个观念也很有意思 当然我们现在看来 很多古希腊的观人不能接受 但是至少希腊人的这些观念 也推动了整个希腊 追求这种艺术 追求这种美学 产生这种数学 我们看一下最典型的希腊人 几个有名的这些大师们 看看他们如何来评价这个东西 第一个是毕达格拉斯 他们宣称什么呢 他们把算术 那个时候的算术 在毕达格拉斯学派之前 它是一种商业工具 商人来使用的 他们宣称把算术 已经发展成了艺术 已经超过了商人们的需求 换句话说 他们把这个算术 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当中 用的这些东西 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提升 也就做了一个公理化 做了一个公理化 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要 远远超过实 那么他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寻求知识 而不是财富 而不是财富 这是毕达格拉斯学派 宣称的这个东西 我们再看看百拉图 百拉图宣称什么呢 算术应该用于什么呢 追求知识 而不是贸易 不是贸易 甚至百拉图还宣称 对一个自由人来说 从事商业贸易是一种堕落 当然这个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了 我们认为从事商业贸易 这也是没问题的 也可以处境社会进步 但是在古希腊 他们认为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算术拿了 就单纯的做贸易运算的话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堕落 这是一种堕落 这个亚里士多德 则宣称什么呢 在一个完美的国度里 公民不应该从事任何手工操作记忆 当然他实际走得比百拉图还远 比百拉图还远 当然这是三个比较典型的 可能这三个人呢 在实际科学的应用当中贡献不大 所以你可能说这些人是搞理论研究的 搞哲学研究的 所以他们宣称这个东西很正常了 很正常了 也不是 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我们知道 他在整个实际当中 他做出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他本人却更加珍视 纯科学方面的发现 而认为什么呢 任何一种以日常生活有关联的记忆 都是可耻和出疏的 阿基米德也这么认为 也这么认为 所以从他们这个遗留下的这些言论和观点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 在当时的古希腊 不仅有了经济做保证 而这部分精英 所谓的这些精英人士 他们这种观念 观念 认为应该追求完美 这种东西 或者说追求抽象思维这种东西 也奠定了这个民主 可以把数学和古代 其他民族的这种数学 严格的区别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走得更远 这是希腊 为什么能做这个东西 我们说 整个希腊人坚持演绎推理 是数学中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代数学 现代数学 和物理 化学 生物 医学 以及包括农学 其他的社会科学 区别最明显的 就是演绎法 这些人的认为 但是在这种程度里面 我认为 我们在这种程度里面 这种程度 因为我们在这种程度里面 我们在这种程度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